M新闻有点多 巨精会神 听我说 西蒙斯浪子回头了 那他在社交媒体晒出了训练罩 拿50的哑铃疯狂摆拍呀 那西子修赛奇那就这样 拍照两小时训练一分钟 然后发个动态 就上御书船对角军去了 哭哭骗粉丝啊 然后一开赛还照样啥也不是 那他这些年啊 没少用这招啊 骗我这些小兄弟 前开头者主教练斯托茨 正式加入的熊鹿教练组 给年轻的格里芬啊 当助教去了 那胡人之前请他当助教 那斯托茨啊 是死活不来呀 非说自己是主教练 当助教去 那给自己手的都挣完了 那经过一个赛季的沉淀啊 最终还是向现实生活低头了 但是我觉得呀 为了赚点钱 那也不丢人 之前找我那些厂商啊 那再联系我一下 那我也想低头了 总决赛还没干完呢 那自由市场啊 已经有一冒烟了 胡人爆出 他们非常希望留下施诺德 但是球队啊 没有他的扭拳 下个赛季 最多给小黑380万 那小黑打首发呀 肯定是打不了 但是打个替补呢 没场打个十来分钟啊 还是可以的 之前胡人给小黑八千万 那小黑都没要 非要底线加入胡人 那看得出来呀 施诺德对胡人 那绝对是真爱 那我估计下个赛季的小黑啊 还能留待胡人 但是沃尔克啊 基本不会留下来 因为他想担任 更重要的角色 沃尔克即使离开胡人了 那也打不上首发 他目前的问题性啊 那还不如施诺德呢 兰德尔将接受脚踝的手术 那预计在新赛季开始之前啊 就能完成手术 那虽然说兰德尔在季后赛啊 打得拉一点 但是他能现在做手术啊 那还是挺明智的 那我最不理解的就是那些 新赛季马上开始了 那才说做手术的 那就相当于一整个寒假 你不写作业 要开学了你才写 那纯纯的缺少班主任的考虑呀 总决赛第二场 那西罗啊 确定缺席了 但是巴特勒已经放出了豪言赵宇 他们会连赢四场比赛 但是我觉得呀 可能性微乎气微 因为绝筋只要掐住巴特勒 限制住几个投手 那热火呀 真没啥办法的 下一场 那绝筋要再赢了 那总决赛呀 基本就定调了 热火啊 也很难再翻身了 那也期待着热火呀 能够创造点奇迹出来 中文字幕称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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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称之后